儘管中國官方從未正面承認 但是南韓影視歌作品 從2016年起被拒絕往來 卻是不真的事實 只不過這個僵局 可能因為他被打破 中國網路近期出現多篇文章 聲稱募集南韓演員馬東石 在北京出沒 身邊人士甚至穿著印有新片 窗前明月光字樣的T恤 加上電影剪接頁面 也毫不掩飾地出現 馬東石名字立刻引爆話題 八年前因為南韓政府 旨意裝設薩德系統 導致韓流隱形被中國封殺 除了應戰等特殊場合 只有一部名偵探奶奶 获准公開播映 反倒助長中國地下韓流 更加猖獗 韓國媒體不滿 南韓同樣與中國交惡的美國和日本 娛樂產業不受限制 卻唯獨鎖定韓流 事實上這回馬東石受邀演出中國電影 可能也不等於現韓令鬆綁 而是因為他持有美國國籍 這也代表南韓娛樂圈 很可能空歡喜一場 段期內韓流的全球版圖 恐怕還是少了一塊 下期新聞綜合報導